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5,晨早新聞部傳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廣播說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7月8日,禮拜一 今天最低氣溫29度,最高34度 部分時間有陽光,有機震驟雨 一間酷熱,吹輕微致和喚的偏南風 是,有青年偷用兩溫車 被職員強硬查票的影片封傳 這些行為當然不能用兩溫車 搞得別人不能用兩溫車才行 我覺得這些偷用兩溫車 應該要抓 因為你是知法犯法 有一個盜用,他不是不記得 他不是按錯鍵買了小銅票 他拿了別人把兩溫乘車證 去搞兩溫的 這些跟偷東西真的沒什麼分別 待會兒講一下詳細 職員很強硬,罵到他媽媽不認得 你懂不懂廣東話啊? 但到了最後,職員竟然是被獲贊的 研究一下 另外,有兩位失明人士被禁上飛機 香港快運那邊就出事了 又是你啊,香港快運 之前是郭泰,現在是到你 很多事搞,飛機業 另外,昨天好像放榜 我說森美的女兒 成績厲害到沒有人有 很厲害 說她是學校的榜眼 又說要讀心理學,又去外國升讀 那個女兒挺漂亮的 口大得來也挺漂亮的 跟森美不太像,應該像媽媽了 哈哈哈哈 好,詳細新聞內容 講一下六合彩,六合彩沒人中 明天嗎? 明天3,700萬 是的 叫我媽媽幫忙買下,還要分一半給我 讓我感受一下做二世組 我成輩最想做的就是做二世組 現在搞豬 結果一二十七二十七三十四四十一 特別號碼22 頭張沒人中 二獎一注中 每注派283萬6,370元 三獎96.5注中 每注派78,370元 明天3,700萬 中了世界就沒問題了 中環衝氣奇蹟被劣平 發展局說,政府不宜過度監管 政案程序將短期場地租約重新招標 我真的很快就說 但別人說沒理由展覽一個我不喜歡的展品 叫他們立刻停 他們說不會停,會繼續放 他們說不漂亮 有些照片拍得挺漂亮的 有些照片 有些人說綠色帳篷,像自殺的金帳墨 我只是金字塔 應該不要打綠色光 如果你說黃色光就漂亮了 其實可以的 看看你的觀點與角度漂亮不漂亮 藝術家比較執著 他們不知道怎樣 另外大埔 不要進醫院了 沒什麼事也不想進醫院 但進醫院後爆發甲型流感 在內科病房五個老人家中招 有些人不太老 年齡介乎56至72歲 遠方已將病人進行所需病毒測試 結果全部甲型流感病毒的情況穩定 不過這些甲型流感嚴重起上來可以死人無命 小心使得萬年算 你平時也要增強抵抗力 加油 說說一些涵涉的事 青衣便利店女職員被非禮 29歲色狼被捕 這麼賤格 人家做7歲本地男子症扣留 猥蝕侵犯罪 青衣 一間清華院商場便利店 哇 你幹什麼呢 那些賤格的拘捕 拘捕了 另外警方聯同入境處元朗大蘇王 拘捕34名內地女子 年齡介乎19歲至51歲 哇 違反逗留條例 有腦有亂 全部自願都不行 因為非法罵人活動 未來警方會加大力 拘捕 是 另外看看 講一下這宗 西九龍垃圾轉運站 垃圾起火 消防救息 場地運作受影響 火災 火災有多少宗 幸好只有一宗 但斬人有很多宗 待會再跟你說 講一宗 吵架 每天都吵架 我們慢慢從吵架到打架 女客 女的食客 就罵個侍應 為什麼不撿桌 馬上撿桌 要人要求 立即撿桌 在場一位同場大叔看不過眼 女子的態度 出言指責引起罵賤 兩人大爆粗言 惠語 女子一度想動手 她老公報警 幸好職員勸交 隔開雙方 阿叔之後不憤怒戚 這麼多人當然要等 人家打工 不是受你氣 八婆 這樣 被批評 該名女子就是西客 給少少錢以為自己很厲害 撿不及去另一家吃 不懂尊重人 真是香港人有多 生意多你就做不完 少你又好像沒有薪金出 現在人多 星期日有生意 別說撿桌 有生意 但有些人說別人打工 態度是壞 然後有些女人說 關你什麼事 阿叔說罵你罵你 現在 嘟嘟嘟嘟嘟嘟嘟 即是說她的態度是賤格 報警 報警 說髒話 但很多人都說 即是狂罵女人 你不能等你回家煮飯 香港的 請人又不夠 又沒有人願做 她又未必請到這麼多人 沒有生意 你看她今天有生意 你走一 拍烏鷹 難得有生意 那就一人小句 再說 一人小句 就是兩元車 年輕人用兩元優惠 港鐵職員大聲查票封傳 我很冷靜 很冷靜 很冷靜 吵到拆天 看到有個年輕人用了長者八達通 斷政 被四位港鐵職員包圍查票 懂得聽中文嗎 要不要跟你說普通話 這樣 嘩 嘩 那年輕人想走 那年輕人 你走什麼 有汽油彈在身嗎 用什麼報警搜身 嘩 這麼有創意 那些言語 強調 我很冷靜 大聲不代表我不冷靜 我怕你聽不到 其間有職員 新手 就阻擋示意 不要拍 最終證實男子違反使用長者八達通 要繳交罰款 影片印來內地網民熱議 大讚職員做得好 這個職員雖然說話大聲 但很有道理 句句都是重點 亂用長者八達通是可恥的 重點是 要不要跟你普通話 竟然在小熊書封傳 嘩 會不會真是內地的同胞呢 在小熊書封傳 用這個簡體字 有機會 有些人 其實是下來香港生活 內地人 原來拍了一段影片 在香港地鐵吃瓜現場 即是吃花生 看到 港鐵職員嚴厲大聲查票 在港鐵 那個 不知什麼站 多個本地群組轉載 整件事很火爆 但之後有其他職員 踏過藍職員的肩膀 低聲說 我現在查票 現在查票 明白嗎 一口砂糖 一口屎 藍子取了八達通檢查 綠色 長者八達通 藍職員問 交不交到500元付加費 你願不願意交 你願不願意交 有些人問願不願意 藍職員指 願意交 麻煩身份證 將藍職員帶走 500元付加費 其實這些真的是 欺詐來的 你明知道不行 其實你能進入閘 你明知道便宜了 明知道是 握錢 500元 罰款 就 OK 500元 因為 其實有數位 你一次節省 你可以節省 十幾十元 你二三十次便可以回到 500元 500元會少 我覺得應該增加刑罰 不是去到打藤的 罰多些錢 正常來說我們不會做這些事情 我也知道 有些差不多60歲 樣子比較老的 都用長者八達通 你適合用的便用 不適合用的便不要用 而這些年輕人擺明是知法犯法 我覺得應該可以罰雙倍 雙倍 雙倍即是一千 再多些 真的 真的一千 港鐵在2023年6月25日起 提高附加費至一千元 原來這段影片是舊片 2020年的 嘩 翻查資料紀錄 對 他說500元 我也說少了 原來現在是罰一千 不要以身事法 神經病 另外港鐵 麻煩你做好些 港鐵屯門站列車系統設備故障 屯馬線服務班士一度受阻 今早平均多三至五分鐘 有些報道跟港鐵很友善 有些報道跟港鐵不是很友善 他說屯馬線服務一度受了超過一小時 你說看報紙 看兩份報紙 一個說 平均每班車多三至五分鐘 我看完之後很友善 第二份報紙說屯馬線服務一度受了超過一小時 你們經常說Youtube要確認 那些資料是真還是假 你自己看兩份報紙 兩份報紙都不同 三至五分鐘跟超過一小時 差很遠 這個世界 唉 真是 誰帶你去看這宗新聞 真是觀點預角度 不知道 不知道誰是真誰是假 好 另外說說誰 說說芯美的女兒 在聖保六男女中學 哇 綁眼 綁眼是否考得很厲害 又探花又綁眼 我比較關注她的女兒 笑容挺漂亮的 大嘴都漂亮 爬牙齊齊 對眼才厲害 對眼挺sexy 考慮劉港讀醫 或者劍橋讀心理學 我看你是什麼人 做醫生 其實香港就比較忙 讀心理學應該沒什麼做 將來容易嫁給有錢人 哈哈哈哈 對呀 說真的 這個說 有興趣 當然 救急符合當然是做醫好 但你做醫生和讀心理學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我以前認識過心理學家 沒什麼做的心理學家 他告訴我 人們寧願信風水 也不覺得自己心理有問題 我們長期沒什麼做 那些人家裡有些錢 但你讀醫一定很忙 但做到不知怎樣 看看你做什麼醫生 但做手術也有 做普通科也有 香港做醫生都很忙 兩樣完全不同的前途 心理學家的女兒 名字叫做梁希彤 這麼有趣 叫做梁希彤 是的 跟希希的名字一樣 哇 我們真是有緣分 心理大哥 是的 心理大哥的女兒 當然是心理改的 希希的名字也是我改的 哈哈 你不知道呢 說真的 他身份證的名字是我改的 大家都有相同的 但我沒有抄襲他的 這個真的 剛巧覺得好聽 希彤 他說 女兒收到這個成績 很開心 因為是努力得利的回報 他爸爸聰明 讀很多書 女兒也有相同的遺傳 成績發佈會 他女兒要去到 要見傳媒 厲害 哇 每個同學都四眼妹 他的眼睛又大又長 他女兒的眼睛很厲害 他女兒的眼睛很厲害 他很開心 有些聰明女生了出來 其實他讀書時有點壓力 有壓力就有壓力 但相信自己是很重要的 他爸爸媽媽不搶他讀書 他說 他心裡經常叫 不要讀那麼多書 哈哈哈哈 這麼搞笑嗎 他心裡叫他女兒 他爸爸經常叫他 你不要讀那麼多書 提醒他放鬆一點就可以了 這個爸爸挺好 挺搞笑的 對 做人開心就可以了 會說很多輕生的新聞 你看這些 這些父母真的沒得頂 不要讀那麼多書 輕鬆一點 因為他爸爸其實也很大壓力 我都明白 之前有抑鬱症 現在沒有了 大家都很開心 每天都 另外說一下斬民的案件 每天都有 把手斬著他爸爸 看看 粉嶺平和男子遭兩刀手斬傷 疑恩生意九分 斬 六十歲 還不是別人的爸爸 六十歲 粉嶺發生斬人案 昨晚7點02分 一個姓李六十歲男子 他駕駛的貨車 在平和路近恐龍坑的貨倉裏 被兩個刀手狂斬 斬 斬他的胸口 斬他的手 斬他的背脊 受傷流血 兇徒懲空後 有個接應的私家車 帶他離開現場 他弟弟報警 送到威爾斯襯王醫院 案件列作雙人處理 追緝兇徒歸案 真的還沒抓到人 私家車有兩個男子下車 他刀斬斬斬 不排除事件 和生意九分有關 真是恐怖 再說 佐敦 入屋行劫 拿刀進來 持刀 登門行劫 現在打劫的成本很低 拿兩筆戒刀就可以了 戒刀割到動物都死人 大戒刀不是開玩笑的 佐敦兩個孟格拉男子 持戒刀登門行劫 御劫同鄉 遭咬傷肩膊 失去金鏈 嘩 又用口咬 風狗正 用什麼 兩個男子搶了一條 1.5萬港幣的金鏈 2千元 港幣現金 逃去 糟糕 我最近想買hip hop鏈 那些假的主意聖金 我經常都搖底 回到香港 或者出去 別人以為當真 給你也沒用 他不知道 那些淘寶東西 唉 入屋行劫罪 他被捕了 拘捕了 拘捕了一個28歲 是的 在後巷捉到 還有一個20至35歲 南亞裔男子 還沒捕到 另外再看看 現在回收有錢分 紙包飲品回收 可以給你一毫子 環保團體說不吸引 給你一條命 不是說串 一毫子不吸引是肯定 但是那個盒是不值錢的 一毫子是很多錢的 你撿汽水罐 那時候說10個才有一毫子 是的 環保團體說不吸引 一毫子 你不吸引 有人很吸引 是的 做環保 我們那時候一向都不說錢 你要吸引 起碼一千幾百萬 吸引就買六合彩 不是說吸不吸引 這是環保一小步 有什麼吸引 價值是這樣的 你用利誘是不值錢的 那些東西 它值錢的話 它不會用這個成本去生產 對不對 不吸引就不吸引 講法心而已 你願意 你知道地球現在很嚴重 因為香港熱到癡肺 昨天南韓大雨都傻了 內地又水災 日本又熱死人 你想想天災的問題 經常說環保 環保做什麼才行 當然我們當然知道 很多人沒有想就不知道 那些膠也不環保 你不要理你做不做到事 萬般帶不走 唯有葉隨身 以後 有些什麼事 轉個勢的時候 你去到一個地方 都沒有去到好像泰國那麼嚴重 空氣也休息不了 跟你說笑 你猜 講一講視像人士那件事 遭無理拒載 在飛機上 這個香港快運 道歉兼賠償 Ivan Sir昨天 發過來說 香港快運很嚴重 道歉兼賠償也不嚴重 但這件事 對兩位失明人士是比較不公平 指二人由辦理登機手續至登機期間 地勤機組人員都知道他們是視像人士 需要協助的 將兩人調至航機較前位置 方便下飛機 當飛機起飛的時候 機組人員以兩人 達不到安全標準為由 要求兩人下飛機 建議他們自費轉其他航空 哇 民航署介入 香港快運安排兩人 再搭夜晚前往東京航班 怎麼搞的 質疑該公司前言不對後語 當日受害人 視像人士徐先生 當日登機後一名快運職員 向他們詢問有沒有父母陪同 指他們不符合安全指引 態度欠佳 下飛機後 有地勤一度表示他們可以承搭 同日教後時間的航班 徐先生直言 當時感到奇怪 質疑 為何教後時間的航班 會符合安全指定 我也是這樣說 有些問題 為何這班人不讓他上 為何下一班又可以 現在搞一下賠償 道歉 對 離譜 今天沒有說 要 知協亦賠償 賠償 即是賠償機票錢 這些是否歧視呢 當中排除因操作的安全理由 否則不應該 以乘客不變 或有雙塵為由拒絕他們 相機等等 真的有點離譜 說回生命人士協進會 就說 香港快運不是第一次不友善對待視像人士 要求香港快運的母公司 國泰航空進行獨立調查 查查口澤 任公開交代調查結果 和道歉 也完善相關政策 即是未賠償 未道歉 要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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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先看看 嗯 以就事件作檢討 改進工作流程 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強調公司有嚴謹的平等機會政策 說就這樣說 即是未有結果 未解決 先說這件事 真是離譜 好 天氣很熱 剛才說到 現在還有人住鐵皮屋 鐵皮屋高達41度 未必是住的 地盤的工地 那些辦公室就是鐵皮屋 有冷氣也沒用 曬到鐵真的熱得傻了 另外有些劏房說 室內高溫到41度 冷氣也燒 不是跟你說笑 有 三成人會暈 嘩 九成人受訪太熱感到不惜 75%受訪者指業主 濫收水費 即是住劏房 沒有的 超哥那時候又說解決 又說不是口號 那時候林鄭月娥又說 去看過劏房多好 她以前也是住劏房 她熬得過很晚 但那時候沒有現在這麼熱 對吧 現在怎麼辦 沒有人提醒 劏房繼續在這裡 對 不知道 試試搞旅行團參加劏房 叫他們住劏房 對 不知道怎麼解決 真的很可憐 其實我以前有朋友住劏房 我都覺得環境 她的環境算漂亮 這間劏房 但是很臭 我跟你說 你有一戶 吃完菜 放在這裡 洗碗 各樣 垃圾 整條走廊 整間屋都是那股味 吃完那些魚蝦蟹 又腥又臭 你想想我那時候朋友住美房 門口火燭 你真的跑不掉 真的很可憐 唉 好了 另外說這個交通意外很多 全錦公路三車互坎 私駕車四輪朝天 一旦 另外屯門公路一小時兩單交通意外 出九龍交通非常繁忙 三彈 油麻地 私家車撞塌 交通燈柱 司機汽車留在女乘客昨天 這件事 這就不關事 另外 哇 屯門公路那裏 其實是私家車撞到油車 很危險 我經常覺得這些混油車 對上去有什麼事 大吉利是 幸好沒事 她也有個安全 如果撞到反了什麼 那些很麻煩 這樣就沒有 你以為何你會拍戲嗎 說說一些輕生的新聞 東涌婦人喝消毒藥水 自殺 死了 89歲姓葉的母親 怎麼搞得這麼麻煩 坐下不好嗎 閃定 網友說 是不是真的 怎麼樣 聽說佛閃 不用這麼麻煩 喝消毒藥水中 又中毒 又胃痛 又吐 又這樣那樣 做人離苦好 不是這樣 昨天早上7點26分 那女兒發現可惜太遲了 另外在籍柱監獄 南亞裔的男人 那些人吊頸自殺 昏迷宋遠 搶救 說宋遠時以自動心外壓機協助搶救 昏迷不醒 不知道還在什麼 沒有說的 另外日東村 又有印度男人跳樓 倒臥天井 當場死亡 48歲 昨天傍晚6點 東涌有人墮樓 游堂男子墮海 宋遠後死亡 也是自殺 昨天晚上11點35分 游堂三家村公共海濱長郎 對開海面飄浮 對 79歲 伯伯 嘩 搞成這樣 還有 屯門公下男子 高處墮下不止 昨天一單都沒有說 今早上午7點43分 屯門建法街7號移城工業大廈 一名男子懷疑高處墮下 倒臥在地上 你不知道 你有沒有聽過 你知不知道最多人選擇輕生是什麼時候 就是禮拜日至禮拜一之間 外國全世界都是為什麼 要上班 有些人是這樣說的 他要 他開始放假後 又要做些自己不喜歡做的事 但是你剛才看有些老人家就不關事 都是因病厭世的 我們經常都介紹 要多些做禪定 多些冥想 放下肉身 和身心的痛苦 希望大家可以利富得樂 今天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其他新聞 拜拜